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收看TVBS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淺秋 首先介紹這一集 跟我們去討論 國際以及國內議題 大白話的來賓 第一位是第二小時陪伴我們 野魯政治學博士 郭正亮亮哥 大家平安 台大哲學系教授 院舉正老師 淺秋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政大外交系教授 吳瓊函老師 淺秋好 大家好 在美中對抗裡頭 當然肩並肩對演練 剛剛告一段落 但我們看到在美飛南海這裡 隨時可能有的這種風險度 光看看肩並肩演習當中 解放軍的動作 有個萬噸大驅到附近現身 就可以看到了 先看看這段畫面 這段影片叫做 萬發炮萬噸大驅 在美飛演習的旁邊 刻意的逗留 被觀察出來的是說 這個萬噸大劍 尊一劍 海口劍 昏明劍 閒寧劍 這多型的主戰艦 組合成一個訓練編隊 就在南海這裡公開的來展示 實戰化的訓練 要演什麼 當然是演給美飛看說 他們在旁邊等著 隨時監控美飛演習的各種過程 其中包括了 美軍導彈驅逐艦 也闖了西沙領海 這個新聞同時也讓 中方公開的表達說 全程跟肩警告 而且驅離 所以顯然在美飛的演習裡頭 中方告訴對方 我們秀肌肉 我們沒有閒著 我們也在這附近 進行了航行 自由行動 等等的各種的監控 所以解放軍南部戰區 公開的新聞發言是說 哈爾西號導彈取組艦 沒有經過中國政府批准 就非法進入中國西州領海 所以依照規定要監視 並且警告驅離 這互相的對峙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頻密 那其中解放軍的殲-11還有一個消息被爆出來說 追著美軍的B-52一路飛 飛到台東外海嗎 這個當然是退役將 少將將軍 是這個栗正傑將軍說的 這個殲-11在美飛演習期間 悄悄的飛到南海來做什麼呢 那麼當然殲-11發現立刻升空攔截 一路追到台東外海 那其中這一次被說是包餃子 這個是將軍說的 他認為從殲-11到這個隱形無人機 到無針-7等等 這剛剛我們看到的大區 這整個海空包夾 就是在展現它因應演習的 就是各種步驟 菲律賓國安會還為一件事情 現在還不高興 甚至憤怒指責要把大使 中國的大使給趕回去 什麼事 就是傳出來說南海這件事情 菲律賓有所讓步 說如何運送人道物資等等的 有所協議國安會公開的發言說 是中國外交官說謊 惡意捏造假訊息 違反了當地的法律 和外交協議要求把他們驅逐出境 那麼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林健則是回應說 非方的有關表態 剛好證明他們叫做心虛 已經到了氣急敗壞 毫無底線的地步 到底怎麼回事 兩個人到雙方到底有沒有協議 從先前前任總統 吵到後來的 最近的物資的運售 那現在是布倫布爾 公布了一個錄音 這個錄音內容是什麼呢 是說中國外交官 再跟對方菲律賓的西部軍區 司令卡洛斯通話的錄音內容 說非方行動只能採取1加1模式 也就是說接近南海這個位置 需要在執行任務的兩天之前 通知中方 1加1是包括了運送物資 跟另外一樣陪同的船艦 那對方是同意的 而且他說是經過了國安顧問 經過了國防部長 參謀總長等等都同意的 那現在都翻臉都說根本沒有這個協議 怎麼回事呢 那當然美國要拉日韓印 抗中這個消息跟行動也沒有停過 現在美國駐印度的大使公開的講 他說中國威脅是美印關係的黏足跡 中國越威脅美印就越來越好 所以所有的政策跟合作的模式 應該要擺脫所謂不經意家長式的風格 現在要平等來跟印度合作 汲取教驗教訓跟經驗 美國前國防部長部的副助理部長說的 他說韓美一樣需要修改 應對入侵的聯合作戰計畫 北韓南韓自己管好就好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 美軍跟北韓作戰 元氣大傷會輸掉中國 所以他要專注的去對抗中國 然後北韓南韓自己處理好 顧好 這是他的任務編組 那日本方面也是 日本防衛省說9號的時候就發現過 解放軍有054的飛彈護衛艦長洲號 跟056的飛彈護衛艦 經過了納國島跟台灣之間的海域 就是台海之間附近的行動 隨時也在監控跟對抗 那不只出運號 美國航母也遭無人機偷拍怎麼回事 就是說在互相的工坊裡頭 行動的機密性很重要 日媒卻報導說 橫須基地的美航母雷根號被拍了 而且是從空拍拍攝 甚至很有可能是遭到真實拍攝 是衛星拍的嗎 有沒有可能 美軍的海軍基地全部曝光 他們這個技術 還說可以穿透遮蔽屋頂 那真的是厲害了 從網路上流傳的 美國諾福克海軍基地的清晰畫面 這些畫面照理說通通都是機密 從港口軍艦清清楚楚 被說是中國的太景四號衛星 所拍攝的嗎 美中各種對抗 看起來互相又要談又要合作 但這個庭不管是演習 軍事上的秀肌肉 隨時可能的風險 也不斷的持續在聲聞當中 亮哥 我覺得董軍他接防長 因為他是海軍出身 所以我們就看到 中國大陸對周邊海域 不管是演習或者是侵入 他的畫紅線的動作越來越強硬 沒錯 簡單講就是他要畫他的地盤 這個從去年就開始了 比如說美韓在黃海地區演習 結果就被包餃子 美軍在演習兩個小時之後 就迅速撤出 最近也看到澳大利亞的飛機 也飛到黃海附近 不是被中國大陸直接把他趕走 火焰彈 所以對 火焰彈 然後你看看菲律賓這個演習也是 他就直接萬頓大區就跟著了 你如果進入我的西沙海域 我就不客氣了 這個坦白講 這個跟法律無關 這個就是秀肌肉 誰有本事的問題 比如說你海軍去美國的加勒比海 你試試看 你看你會不會被砲擊 你去那個聖利亞哥軍港附近 你走我看 你看你會碰到什麼事 然後你去俄羅斯那個勘察家半島 核子動力潛艇那個基地你附近 你走進去試試看 那個根本不是什麼 24海裡 領海的問題不是 他遠遠看你在距離我50公里 搞不好就圍你了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現在有點在做這件事 就他的底線 這個董軍身為海軍的上來 他就開始就要 比如說要跟你談海上的相匯機制 空中有 我們海上也要有 我的地盤就是這樣 你不要給我進來 最近因為金門撞船事件 更使得兩岸的海域越來越模糊 那中國大陸就直接給你進來了 就給你開到24海裡 你看他那個空軍 解放軍的軍機就動不動 就飛到距離基隆 只有40海裡 那個事實上我問張延平副司令 他跟我說那個事實上就是 攻擊就位的位置 他根本不用再往前飛了 他在那個位置 他就可以打台灣了 你知道吧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態勢真的是 看起來無法逆轉 因為美國也沒有辦法 把他推回去 他就是在說 第一島鏈這個地方很擁擠 你不讓我有一點地盤 那我好歹也是世界第二大 美國隊長 那每個大國都有他的 所謂的地盤範圍 這個我們是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講的 你說這個是法律 不是 區域平衡 是 這個就是政治概念 是 這個就是我的地盤 不然你來試試看 看誰才是老大 就好像美國 你阿拉斯加海域你去去看 瑟利昂哥你去看看 加勒比亞你去看看 俄羅斯 勘察家你去看看 所以我是覺得 現在可能就是 因為第一島鏈周邊的 有力量的國家實在太多了 美國的軍事基地 我那天看到一個數字出來 中國周邊大概就有133個基地 所以為什麼會動不動就碰到 碰到 碰到 因為他不服 我長久都被你說在裡面 我那天事上聽一個朋友講說 中國大陸有將近30年 他的海軍的軍艦都不能死進台海 就在他弱的時候 現在就有一點就是 我現在要崛起 我要往外推 美國當然就是全力防止 所以你就不斷的看到碰撞 這種局面不斷的出現 這個事實上就是在畫 雙方的實力的新的紅線 就是這樣 但現在看起來這個紅線畫的 因為美國要拉的是日 韓 印度 一起來打 對於中方來講各種的 的確像亮哥講的 越來越硬的秀肌肉 也不會輕鬆的 這個大陸面對第一島鏈的 肩並肩演習 就是美飛連帶的其他國家 非常多的國家 就是沒有錯了 大陸本身的話 就是要爭取生存空間 這句話很敏感 原來這個第三帝國的時候 也是所有的戰爭 都是為了爭取生存空間 我順便補充一下 亮哥提到說是 如果你敢飛到看大家半島 你試試看的時候 因為我出國的那一天 1983年9月22號 剛好韓國的一半客機 飛過砍台半島 居然被俄國就飛得少下來 死了380幾個人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說我都不曉得 我那時候飛機坐的 有沒有插過俄國的飛的 因為這件事情本身 從此以後 我順便呼應一下亮哥講過說 從此沒有人敢在俄國附近 在那邊亂飛的了 那你加勒比海 聖地牙哥 阿拉斯加那都沒有人敢的了 因為他們的確把你打下來 大陸現在做的事情就不怕插槍走火了 請一定要了解這個事情 因為對於大陸目前的現狀來講的話 如果你不爭取生存空間 大家以為你真的還不行了 這個就是很明顯 所以它不是董軍在當國防部長的問題 這實際上的話目前逮到機會 請大家再注意另外一個問題 為什麼只有南海有問題了 那個什麼東海 台海這邊都反而沒問題了 因為東海有俄羅斯幫忙負責了 那個台海這邊的情況很危急 這個一寸步不能讓 這搞一搞 菲律賓美國覺得說 它的安全係數高一點 請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實際上的話 俄羅斯跟中國還在加上朝鮮 他們之間有一個分工的合作的一個可能性 不是只有美國一國有盟邦 但你看像菲律賓這種情況下的話 大陸原來的話 是不願意公佈這個錄音帶 這個錄音帶的內容當中 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就有兩點 第一 就是你們針對於 這個坐攤的馬達利3號 你們只能夠提供一下 生活的必需品 讓那邊的七八個 這個陸戰隊的人不會餓死 其此之外的話 你不能亂做 你不能亂搞 你不能帶水泥要帶著裝 然後第二件事情 兩天前要通知我 這個說是基本上的話 就是到這個錄音帶 本身都已經公佈了 而且大陸的外交部非常專業 要請他們三個司令官 都認可 認可 他們都講說confirm confirm confirm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菲律賓當然覺得面子難掛了 因為都對美國來講 美國講說你們怎麼這麼傻 答應這種事情 還可以公佈出來 大家看是哪裡公佈出來的 Bloomberg公佈出來的 這個是美國自己的媒體 公佈出來的 這個是非常非常丟臉 另外的話強調 就是美國的駐印度的大使 還有國防部副部長 他們不要再講什麼 你看他這邊講說 中國威脅是美印關係的黏著記 透過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就是說印度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在對抗中國很辛苦 但是你知道嗎 印度對抗中國的經驗很慘 非常慘烈 1960年開始印度嚇得要命 就是在希法拉雅圍的那個部隊 大家對抗的時候 說句良心話 前陣子不久 三年前的時候 過世伏手空拳拿著狼牙棒打的時候 印度人被打死20幾個 這怎麼比 我說良心話 我都不想講印度本身來的情況 但是美國指望印度的時候 自己心裡很明白 這靠不上 這真的是靠不上 另外的話就是說 他講的這句話 他就是 這個蓋森迪他講的話 就說是美國對於那個其他的國家的 移植氣死的態度 可以稍微收斂一點 我坦白講 美國人向來對於其他國家態度 都是很不好的 就是對中國的態度 就是以前美國對其他國家態度 美國的外交官非常驕傲 我小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有美國大使館的時候 就見過 另外的話就是講到這邊 另外那個國防部副部長 講到韓國也要應該注意 韓國已經夠亂了 韓國面對一個朝鮮都來不及了 你要韓國去跟中國拚 你到底是什麼居心 韓國有這種能力嗎 韓國有這種能力的話 不會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 你講的都是些廢話 基本上的話 我再強調一遍 大陸跟美國之間 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就不怕擦槍走火了 然後台海 東海都沒有事了 現在只剩下南海 聚集精神好好搞一下 第一島鏈就會開始打破了 是 因為國際關係 本來應該是很敏感 要很精緻的去操作 理論上 尤其是雙方的各種協議 為什麼圍堵 中國大陸跟菲律賓 到底有沒有協議這件事情 連跟前總統也搞不清楚 到現在錄音帶都公布了 菲律賓還很生氣的說 我要把外交官給驅逐出去 都是謊言 其實一切都是馬可事 我們看最近為什麼整個南海 還有中非關係這麼的嚴峻 你從黃岩島 他們設置障礙物 然後菲律賓還把它移除 到剛才仁愛礁我們講的 馬德雷3號 馬德雷3號運捕問題 聽說馬德雷3號是在下沉的 所以菲律賓很急 因為它下沉之後 它會沉到海裡面 它的據點就不見 那這在運捕就沒有藉口 再來就仁愛礁 仁愛礁 菲律賓派了海洋大學的學者去 看到上面很多土堆 還有瓦礫 那就是準備 他們說 中國準備要蓋填島島礁 其實中國大陸在南海 就是我們講的圍棋的效應 它想要把一個個圍起來 把這個九段線 內面的島礁把它圍起來 但是菲律賓感覺在馬可事的任內 它想要知識也要深端 那整個讓這個南海變成 它不僅是國際政治的一個問題 而且國際政治我們講的現實主義 重視權力 秀肌肉 而且不重視外交的緩衝 這一點跟前總統杜特蒂時代 是最大的差別 完全不一樣 杜特蒂也在這邊南海 他也會主張他的主權 他甚至跟他漁民說 黃岩島是我讓北京漁民 大陸漁民來捕魚的 我讓他們來的 杜特蒂會用政治詞彙 但是他用什麼 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要緩和南海的問題 我們講包括石斑魚器座 2017年到19年 杜特蒂跟北京 他們簽一個約 讓中國的農業部 送十萬尾東興斑的漁苗 讓菲律賓養完之後再賣回去 當然他們還有 包括在北京那邊 他減少所謂的遠洋油料的補助 甚至他們就所謂南海 共同開發石油的問題 跟杜特蒂達成一個協議 說我們一體共同開發 這是杜特蒂時代 他想要用這個外交的 用這個折衝的方式 降低這個南海的議題 馬可是沒有 馬可是一想一想 一面倒 雖然他一上任之後 第一站立刻訪問北京 訪問北京的時候 又把這個所謂前面 杜特蒂沒做完的 南海共同開發石油 那個問題拉出來講 可是因為他們菲律賓憲法說 如果是國營的企業 菲律賓自由公司來開採 要拿六成的所謂的利潤 北京說沒有 我們最低要拿四成九 所以這件事情就胎死腹中 馬可是當然就覺得不談了 談崩就翻臉了 對 就冰斗了 我們講冰斗了 不完了 然後就開始靠向美國去 靠向美國去這樣 一面倒 美飛一面倒 現在在南海這邊 在秀肌肉 flex muscles 秀肌肉 往這個現實主義 我們講的戰爭就是國家的 本性的目的往前衝 問題是菲律賓很明確 他的海軍根本打不了 之前杜特也講過 我們這麼小 打什麼 打不贏 馬可是在想什麼 馬可是覺得他打得贏嗎 更打不贏 現在 中國現在開始畫紅線 讓軍機出來 讓軍艦出來 明確的講就是 這些東西不能超越 再超越 我們就往下面走 大家午安 我是陳燕營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這一小時 國內外大小事 也要您聽得懂的話 說給您聽 先來介紹這一小時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 資深媒體人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前駐紐山大使 借文集 燕營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以及退役少將 立正傑將軍 燕營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一開小前帶您來看到的是 最近股市 很多人很開心 但也有人不是那麼開心 如果手上有所謂的 台塑四寶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 最近人都去 我好像都沒有 現在這位國師 謝金河告訴你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在對岸 他就特別強調了 現在要直逼兩萬一千點了 但是台塑四寶 卻是逆勢的創新低 他認為跟對岸的國家補貼 有關係 最主要還是因為 整個產業轉型等等的問題 傳產確實現在 面臨了一些轉型的關鍵 但是大家也開始在講 是不是只要跟對岸有關的 都會讓大家拿出來說嘴 帶您來看到 這個女生來自台灣 去到對岸 結果做志工 竟然在網路上被罵爆了 他說自己被網爆 帶您看看這畫面 大家好 我是台灣來的小喬梅 今天擔任交通志願者 你好 你很外貴喔 你知道為什麼你被攔下來嗎 我現在帶著 沒事啦 要問你一個問題啦 今年5月1號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陸交通安全法實施的第幾週年 10 超 猜一下 3年 再大膽一點 25 對 答對了 要給你一個小獎勵 這個撲克牌 然後這個上面有很多我們 交通安全法的相關知識 記得好好科普一下喔 下次要戴安全帽囉 謝謝 我現在拜託 好 他其實是去幫忙當志工 他說他是因為年輕人 比較會處理這些新媒體 或者是網絡 所以他是去宣揚要戴安全帽 因為這個小女生 所以大家看到他當然就很開心 在網絡上面就因為這樣子而紅了 結果這一紅之後 你看看很多台灣人跟他講說 拜託不要侮辱台灣 台灣是你的故鄉 請不要忘本 讓他不得不再出來講 他說他覺得自己是被同鄉給網爆了 他特別強調的是 我們能不能不要 要總是自己人抨擊自己人 原因是他認為自己 並沒有侮辱自己的故鄉 他說他很愛自己的家鄉 但是他現在去到對岸 他也覺得他對岸生活的很好 人家都對他很好 他希望大家是不是出來看一看呢 其實現在所謂的兩邊的惡意螺旋 就是不希望越堆疊越高 民間如果有交流的話 是不是能夠讓民間自己去感受 母親節來了 今天先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但是對岸同樣也有一種聲音 叫做母親節為什麼在今天 那是美帝美國人決定的 所以他就認為要過就過中國的 孟母生孟子節 什麼意思 這樣叫做農曆四月初二 他們覺得這個才是中國的母親節 講到連母親節都要開始叫真 大家就開始在問 這個惡意螺旋真的沒在堆高嗎 因為現在其實在很多地方 我們剛剛常講三海連線 從最上面的東海台海到南海 現在確實緊張 原因是您看看 大陸官媒直接引用了 英國學者的研究 他認為說中國是擁有南海主權的 可是呢 在中國南海這一邊 跟菲律賓之間的對峡 是慢慢的在升溫 因為他們質疑 是不是又有人在南海這裡造人工島了 菲律賓出來船艦去這個仙兵礁這邊 他們認為中國就是最有可能 來這邊小規模填海的人 而且在這邊也曾經看到了萬頓大區 就在這裡直接跟外國的航母來對挑 來看看這個畫面 原因是呢 在南海這邊您看到先前有蠻多的軍演 包括美飛軍演啊 或是美澳飛軍演等等 都在南海這個區塊正在上映中 好 對岸他們所派出的是052D 還有呢054A 護衛界跟驅逐艦通通都來到這裡 那雙方直接就對峙 大家也說這個其實彼此之間在秀muscle 希望呢讓對方適可而止 而且會向後退 剛剛提到了054 054這一次呢 還特別佩戴的是 獵莎標配 也就是說呢 他們是在執行反潛主力的艦艇 裡面呢還有反潛直升機等等 這一些呢都是雙方在展現肌肉的象徵 另外在台海的這個地方 美軍這裡呢 他們也一直在估算自己到底有沒有跟對岸一較高下的實力 您看看 美軍的印太基地呢 他們現在就開始在盤算了 他們認為 我們需要多花點錢 因為我們這邊有九成的戰機 有可能啦 如果真的台海打起來我們要去援助的話 來不及了 對岸飛彈一過來 我們這邊的飛機都沒有在吉堡裡面 90%的戰機有可能就直接被他們的導彈給摧毀 所以呢有很多的裝置我們必須要好好的來配齊 同樣的在太平洋這邊他們最大的一個基地叫關島基地 這裏先前受到了強台的重創 維修起來要3146億元 美國空軍就直接講了他們錢不夠 是不是看得出來就是要請國會再拿錢出來 好到目前為止你看得出來 大家好像都在準備當中 日本其實也是同樣的 但你來看看是日本軍機現在經過了 寫中國上空的原因是因為 後來大家發現這個位子應該是在台灣北部的空域 可是因為對岸的軍機一直在這邊繞著走 結果發現日本軍機來的時候 他就直接告訴他 說你嚴重侵犯我國主權他立即離開 講是客氣的要求離開 但其實這會不會就是台北北部的空域 這一些台灣方面真的都知情嗎 因為你看起來他們好像有直接的對壘 但是他們其實也有直接的交流 下個星期中日要重啟軍事交流了 20名的共軍將領即將要去他們自衛隊的基地 來做訪問 更別說了 在這個月有可能中日韓三方的領導峰會 又要再一次上演了 那我們台灣必須要想一想 我們自己是站在哪一個位置呢 甚至在日本裡面你也不要以為他全部都親美 因為日本之勢現在就直接要求他們的防衛項 必須要終止美軍在這邊的散降訓練 因為他覺得會影響到他們的居民 美中日 現在真的彼此之間是如何站隊 我們要怎麼樣來看這個國際局勢 請教兵哥了 原因是因為我們其實現在在國際局勢 就會影響到台股 台股現在大家就在講 一直在講為什麼台肅 四寶會逆勢的跌 現在國師告訴你 因為中國 我是覺得 漲都是台灣人好 跌都是別人的因素 永遠都是這樣子 這種解釋會不會太廉價了一點 我覺得股市本來就起起伏伏 有的時候漲 有的時候跌 大家就自己看好自己的股 去投資就好 至於這些專家的 我覺得聽聽就罷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每次操作都跟你不一樣 所以他在做什麼 我覺得大家心裡有數 就不用再理他就好了 至於說這個網紅 我覺得每一根有自己的認同 我們尊重別人的認同 他喜歡做什麼事情就讓他去做 所以我覺得去出征幹嘛 只是顯得自己很沒戲量 自己不能夠容忍別人 跟你不同的意見 這種做法在我看來 都是很無聊的舉動 我也不知道就是 去特別去強調什麼母親節 或是哪一個人過的 我覺得去強調這些也沒什麼意思 然後說母親節就是一個 大家早一天來就是 慰勞母親的辛勞 然後感恩的一個節日 那你要盯著哪一天 你自己高興都可以 你也不是一定要過這個節 你也可以過你自己高興過的節 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人有自己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去吵這些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那倒是說主權的問題 當然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講 都是寸土不讓 中國大陸當然會想盡一切的辦法 去證明說 他要在南海是擁有主權的 那我就想請教一下 我們每天在那邊 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台灣自己的主權 到底擱在哪裡 我們對釣魚財 為什麼從來不講話 我們對整個南海 為什麼現在都不吭聲 這些地方到底還是不是 我們主張的領土 如果我們認為這些地方 不是我們的領土 那我們就修憲 把它放棄掉 就不要介入這些爭端 但你又不敢 然後該伸張主權的時候 你們也不吭聲 連我們自己的立委 要去太平島 還有人在那邊講話說 這個時候挑動局勢 配合中共 配合什麼中共 那是我們自己的領土 你們這些人是不打算 要的南海了是不是 是這樣嗎 不打算要那你就講 又不敢講 然後只會在那邊 當美國人的側翼走狗 不就是這樣子的嗎 其實這樣子反而 讓人家看得很心寒 那大陸在那邊去弄人工島 菲律賓說他要監控 請問一下他怎麼監控 他有辦法去叫他不要見嗎 還是去直接干擾他 也都不行 他就是瞪著眼睛看著而已 所以這種監控也是虛張聲勢 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那中美在南海的角力 恐怕未來幾十年都會這樣 那美軍其實也是聳人聽聞 他講說這樣很危險 萬一開戰的話 我們的九成的軍機 都會被在地面就被摧毀 你覺得大陸的戰略 會是先去攻擊美軍基地嗎 硬把美軍脫爐這場戰爭嗎 你覺得這是大陸最好的選項嗎 這個戰略會不會有點奇怪 那當然料敵從寬 美國先為自己想 保障自己的安全沒什麼不對 但在我看來這更像什麼的 這更像是變得翻而去要錢 想盡辦法跟國會要錢而已 可是美國人自己也要去想清楚 美國現在軍費已經到九千多億了 再過幾年可能就破照 那美國現在在台高族 你們覺得你們的軍費 還要繼續再往上加嗎 你們的國民還能夠承受這些東西嗎 我是不知道 美國要這麼多的軍費 你們真的有辦法負擔得起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美國人 自己要去想清楚 那中國大陸跟日本之間 當然有對立面 也有合作面 但重點是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不管中美也好 中日也好 他們之間都是有對話機制 所以一旦發生了什麼問題之後 他們可以彼此溝通對話 了解對方的意圖 然後把這些衝突的可能性降低 我們跟對岸到底有沒有對話機制 所以這是我們自己要去考慮的 民進黨政府還要持續這樣跟對岸對立嗎 好 其實我們也想要請教一下大使 你怎麼樣來看 原因是因為現在你看起來 確實大家不管是菲律賓 又或者是日本 他們感覺上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跟對方給硬著幹 跟中國也要有交流 也要有所對峙 那您怎麼樣來看 現在南海這一邊 其實小馬可市這裡 目前看起來是已經強調比較 鷹派這邊多一些些 特別他現在什麼東西 包括人工島礁 小規模填海 一向都認為中國是最有可能的行為者 對 我覺得這個先兵礁填海 這個為什麼菲律賓會提出來 不過他們又很確定 對 我確定的話 不只是菲律賓會提出來 所有的所謂的南海行為水準則的 這些倡議國 大家都會提出抗議 因為這個裡面當時 有一個原則就是 不要改變南海現有島礁的現狀 所以我覺得菲律賓應該要提出 更明確的證據 他說他的講法是摩林崗克 他說似乎 因為那種地方 事實上他這種先兵礁 他基本上高潮的時候都是怎麼樣 都是不露出水面 他等著低潮的時候露出來 然後他因為有些是這些 這些沙洲而已 他是移動 漂浮的 大小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菲律賓這是猜測居多 那麼可能是無地放肆的機會比較多 要不然的話 中國大陸的話 如果要填的話 那就跟大陸填那個 現在的這個小三角 主臂礁 永暑礁跟這個 永暑礁 主臂礁 仁愛礁這三個 那半年就填起來了 你知道原來也是沙洲 最後現在光永濟礁 不是永濟島有6平方公里 所以我覺得菲律賓這個講法就是說 就我們對南海情勢 還有南海島礁的情況來講 這個造謠的機會 造謠的可能性是幾乎是100% 那我也想講一點就是台數的這個跌勢 這個台數是這樣 你知道這個 我覺得真正的根實原因 就是台數是保 這個為什麼在股票上表現不好 因為中國大陸去年的年底公佈了 要取消一些在兩岸ECFA項目下的 早收清單的項目 那麼公佈了12項產品 都是有關實化的 這實化從今年1月1號開始 就開始怎麼樣 就不再享受免稅 免關稅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 這個優惠的待遇 所以他可以賣到大陸 可是他就要照其他國家一樣 給予優惠關稅 而不是免關稅 那你知道就是說 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這個民進黨這種說沒有什麼影響 可是實化工會當時就發表了 一個很慎重聲明 他說要政府重視 這個對我們的實化產業 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他指出了數據 2022年我們的實化產業 出口額一共有330億美元 那麼其中有116億 是外銷到中國大陸市場 佔我們實化產品出口的33% 那這裡面大部分就是說 佔很多都是享用 這個所謂的ECFA找收清單 免關稅待遇的這一些項目 所以這一次大陸取消 這個免關稅的待遇 事實上對我們的實化產業 那麼造成的損失是百億劑的 是相當大的 這個是實化工會他們提出來的 所以我想這個可能是造成 我們實化股 那個龍頭 它的股價受到影響 這個所以可以說 如果講得更精準一點的話 而不是講它後來這個做法如何 應該就是受到這個ECFA項目 被大陸取消了免關稅這個待遇 造成的 所以我是覺得兩岸關係 如果是不好的話 如果ECFA的項目 免收就是說 早收清單的項目 還有500多項 如果大陸繼續從中間取消的話 那可能會對台灣的經濟造成的影響 打擊面就會更大 所以這個是我們關心台灣經濟 我們提出來的 不要認為是 這個是自己內部調整 這是因為大陸 它取消你免關稅待遇 你才被迫做的調整 那最後做的調整 市場是很敏感的 那股票就一直掉 所以我是覺得 所以兩岸關係維持一個良好 有良好的關係 有一個良好的溝通管道 而不要繼續怎麼樣 去把它搞壞 這對我們台灣 這個產業的利益 非常非常重要 但其實在近幾年來 大家會看到 因為我們的一些政策上面 從佩洛西開始 現在確實在我們附近的空域 越來越狹窄了 請教下將軍 原因是因為現在被人家看到說 這個叫戰狼軟了嗎 原因是因為他認為 日軍機經過中國領空的時候 他客氣的要求離開 但是其實後面也有人提到 這個位置在台灣的北部空域 那我們的人怎麼都沒有講話 我們當然不敢講話 你現在講話引起民眾的恐慌 其實整個台灣的 這個四周來講的話 現在每天攻擊 每天到這邊來打卡 我們又能夠耐得了人家的 但是我特別要講 日本來講的話 日子也沒有好過到哪裡 你看關島 這一個颱風 去年的颱風吹過以後 他要這個 如果說換成成美金的話 他要94億美軍 才能夠修復關島的基地 我跟各位報告 今年美國的國防預算是多少 8500億 也就是說你想想看 光一個關島的基地修復 就要用掉他1%的預算經費 他還人員要不要發薪水 這8500億是包括人員的薪水 還有在全世界各地基地維持的費用 還有所有的軍艦 造機造艦這些費用 才8500億 那已經是世界第一了 那你怎麼可能花94億 再修復你的關島基地 美軍特別講說 我想說這美軍特別強調 他現在要抗炸的機跑 那我們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自己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空軍也需要抗炸機跑 但是我們需要 原來預算撥了多少 43.9億 準備要蓋36座的這種抗炸機跑 可以抗炸3300磅的 這個炸藥的攻擊 不要說我們這個飛機 停在機跑裡面 一下子被人家鑽地彈 一下就把你飛機炸掉了 我們預計要蓋36座 其實36座都還不夠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光F16V 我們光買就買了66架 36只是出息來蓋36座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有只完成了24座 還有16座 連招標都沒有人要來標 因為這個工程實在是 其實對國防預算來講的話 負擔很重 你沒有那麼多錢 你要到那種標準來講的話 建築商來講 算算他不合成本他就不幹 我們沒有抗炸機堡 跟美軍是一模一樣的 你知道現在來講 為什麼他們兵推 會說有九成的戰績被炸掉 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美軍的這個 我們用數據來說話 現在解放軍來講 他東風26 他的彈藥是1800公斤 1800公斤 將近4000磅 你如果說是你的抗炸機堡來講的話 還是以前只能抗炸500磅炸彈的 機堡來講的話 他現在來講的話 這種導彈又很精準 誤殺不會超過三公尺 那就一架一架機堡給你打掉 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台灣自己也要去思考 所以我們現在 如果說我們買那麼多飛機 擺在台灣 我們自己可不可以生存 美軍都承認他生存不下去 我們自己有沒有辦法 將這些戰機在戰時的時候 能夠做好戰力保存 這是我們自己國防部 這個新的國防部長 上台說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好 這個part告訴大家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台灣現在有很多事情 都需要趕緊跟上 我們先進廣告 觀察我們平安 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潛修 首先請到這一節 跟我們去討論國際 以及國內議題大白話的來賓 第一位是野柳政治學博士 亮哥 大家平安 第二小時陪伴我們 台大政治系 抱歉時間 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將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大政治系教授 左振東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在中日的消息裡頭 首先我們來觀察這個議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到美國去出訪回來之後 一度這個民調數字重挫 已經到了谷底的谷底 被認為說不定 留任時間也不長了 結果現在在中日的 重啟軍事交流的同時 他的民調也回升了 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消息是說 中國有20名的解放軍 校級的軍官 從5月14號到20號 準備要訪日 跟自衛隊的軍官一起交流 還要參觀海上自衛隊基地 各種交流的軍事活動 被說因為這個交流 本來是例行性的 直到疫情當中中斷了 那麼2023年7月 日方代表訪中重啟 又因為核廢水 雙方有一些外交的制裁 等等的議題影響 9月再度中斷 那麼不是一直抗中嗎 一直是各種軍事基地的設置 或是美軍的部署 演習都是從中國而來 現在重新中日的交流 軍事的這樣的重啟 對於民意來講是正面的嗎 是不是有這個影響 不知道 但因為的確他的民調數是 JNN所做的岸田支持率 回到了29.8 比上個月被想暴增 是因為他一路都跌 所以還會形容暴增 7個百分點 大家想到底是為什麼 是跟中方的交流變多 還是說他之前出訪美國調民調 可是去出訪歐洲 反應比較好嗎 有自民黨的幹部 官體幹部都對這個民調表示 不解 他也不明白為什麼 有人猜測是出訪的效應 日本政治評論員 伊藤淳夫就說 是不是跟下個禮拜回日本之後 其實他都不稀奇 這個出訪之後回來 但馬上就會有 繼續有自民黨的醜聞 可能會再度下跌嗎 那因為淺淺的醜聞 的確中錯了自民黨 那跟中國大陸的恢復對話 軍事上不要那麼對峙 是日本民眾期待的政策方向 也值得觀察 但在南海這裡 一再一直被講 常常下這個標題叫做 又瀕臨開戰邊緣的嗎 一直都是如此 但常常當然有很多人說 菲律賓玩假球 刻意的挑釁 但現在這一次是馬尼拉 菲律賓這裡直接公布說 要去驅逐中國大陸的外交官 這當然是我們昨天討論到了 Bloomber上面報導出來的一則電話錄音 這錄音是什麼 就是雙方的高層 共同的對話 有個協議如何 在1加1的情況之下 在巡航裡面運送人道物資 結果菲律賓國安顧問 完全是否認的 說這個是假消息 不知道真假認知作戰 或者泄密行為已經觸法 要驅逐中 是泄密 好熟喔 我們在國內吵泄密 在日本也吵泄密行為已經觸法 要求驅逐這個外交官 所以它是祕密 它是真的囉 所以不是假的囉 這真是非常有意思 大家都在玩泄密的遊戲 但實際上菲律賓 現在在中國大陸周邊這裡發生了 像不只是仁愛島礁 仙兵礁這裡 也說有小規模的填海造地 是不是也可能是中國大陸在這裡 要做一些所謂的部署嗎 所以日本方面馬上派出海岸警衛隊 一船監視中國非法造島 那麼另兩艘船 有關海域的輪流部署 三艘船丁在那裡 在這樣的氣氛之下 中國聯手東協來制衡菲律賓嗎 那共軍的七技光艦 井岡三艦 祈聯三艦 一起去哪裡 柬埔寨要聯合演習 走哪裡蠻故意的 從這樣走下來兩條路線 一邊右邊 從菲律賓的右邊切過來 那一邊切左邊剛好把它團團包圍住 跟柬埔寨要進行5月9號開始的 這個5月9上旬到6月的演習 那是不是也是給菲律賓一點顏色看看呢 那當然美軍當然也是這個事件當中 所有的美中平衡的關鍵要素 被說航空母艦被拍得清清楚楚 來看看線上的畫面 被公佈的這個畫面 來自一個奇怪的小號 現在還沒有查出來是誰 在X上面的這個小號 把美國雷根號航母的空拍照 公佈得一覽無遺 那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一個禮拜了 據說美國的軍方強力的去追棄 希望知道這個人是誰 說到一個禮拜到現在還沒有找到 那第七艦隊的發言人 甚至公開的表達 這個知道這些影像 正在調查真實性 但是跡象顯示 曾沒有過無人機飛越雷根號 那從哪裡來的呢 美國如果跟大陸爆發衝突的話 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這則報導是 美國國會議員公開表達 有個兵推 這個兵推的結果是 如果美國在台海跟中國 發生武裝衝突的話 在空戰發生之前 就有可能多達90%的戰機 在地面就被中國導彈摧毀嗎 就跟剛剛的基地畫面 通通被掌握一樣的道理 所有的武器部署在哪裡都被掌握 當然容易被摧毀 包括了壓制美軍的防空系統裡面 很多跟印太區域基地 沒有任何強化結構的保護 所以這是不是 接下來可能會影響 雙方互動的關鍵因素 這個可是美國國會議員自己講的 但亮哥我也知道通常 講話真的話就是要增加 國防預算的意思 所以中日重啟的軍事交流 其實對於區域平衡是好事 相信對日本內部的民調 也是正面的意義 其實當你的民調跌無可跌 因為岸田我看過最低的民調 14通信的民調只有16 是 沒錯 不過這個是極端的民調 大部分大概是21左右 總之還是上升滿多的 當你的民調跌無可跌 突然之間有反彈 有可能是你的對手表現得更差 比如說 我隨便舉個例子 比如說最近拜登的民調 拜登本來在七個搖擺銘州都輸 最近我看民調他已經兩個州 大概有人覺得川普表現得更差 沒有選擇 所以我說這有時候很難講 是不是他表現得好 可能日本還是一團亂 斷其包扎 比如說你認為賴清德當選 1月13號到現在台灣有變好 可是民進黨的民調還不錯 因為國民黨也還沒有整對 所以也許你就對國民黨 期待太高 結果他沒有做到你的期待 所以民進黨的民調反而又高了 就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 因為坦白講還是很低 所以沒什麼好談的 他還沒有過30 真的 事實上日本的首相 如果民調在30以下 都是處於危機狀態 只是說他的對手實在是更弱 主要是因為這樣 其實航母這個影像 我坦白說 其實這個你就直接論斷 就是無人機拍的嗎 他們說沒有跡象是無人機拍的 你怎麼知道不是低軌衛星 或高軌衛星 人家有技術的進展 所以在更高的地方拍到 輕輕鬆鬆 你就根本就不會知道 有東西進入 進入你的領空 因為是在更高的地方 當然我不知道 技術上是不是可行 如果是這種技術的突破 美國你就沒什麼秘密了 而且坦白說 這個航母被看到 這也不是多嚴重的風險 不過大陸確實有一些高人 他就 反正他就是會看到一些 這也不一定他自己拍的 有可能是軍方的訊息 故意用個小號來嚇嚇你這樣 所以我看得到你 你不要以為我看不到你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 還是請專家來斷定 真的是無人機嗎 無人機你會不會一時不查 沒看到他飛進來 這可能性也存在 因為他可能很小 另外就是非無人機 而是更高 超越領空的衛星拍的 如果這樣 每次就要更擔心了 事實上理論上 低軌跟高軌的衛星 應該是拍得到 如果你技術夠好 大概是這樣 至於這個 你美國在你的亞太的基地 沒有蓋適當的機庫保護飛機 這其實也不意外 你怎麼可能花那麼多錢 因為你的亞太基地被攻擊 是最近好像要進入戰爭 你才開始緊張 所以你會不會第一時間 沖繩就被摧毀 加首納就被摧毀 那個時候才想到 是不是飛機要足夠的機庫保護 或者是航艦都要有足夠的 那個軍艦那個艦庫保護等等 我們台灣也沒有做到這一點 所以我們台灣也會怕說 我們飛機有一些跑到被摧毀 到時候沒有辦法升空怎麼辦 或者是有一些就晾在外面 就直接被摧毀那怎麼辦 軍艦也是 比如說那天不是也有人在問 說我們潛艦要做八艘 沒有潛艦庫 萬一被打到幾百億就沒了嗎 就類似的問題就會開始被問 這種會被問通常都是 戰身風險越來越近的時候 美國我相信他開始在蓋 亞太的各種基地他不會想到這個 因為這個錢太大了 而且在中國周邊 美軍所蓋的基地 我那天看到一個數字 就超過100個 光是在日本基地就多少個 日本基地可能有將近100個 所以美國不可能每一個基地都蓋的 好像都可以防禦外來的攻擊 我講的是空中打擊 那你所有的比較重要的 像軍艦 裝甲車 砲彈 都有適當的保護 我覺得不容易做到 那只是說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就是愛講話 他就點出來 那點出來你就給錢 因為那天就有人在質詢國防部長 說我們潛艦到水有沒有地方放 萬一被空襲怎麼辦 或者被魚雷打到那不是沒了嗎 所以你再給我錢 我蓋潛褲對不對 潛艦褲等等 大概是這樣 但這些錢怎麼用都不能告訴你 通通都是親密 習慣了 將軍 我們來看包括南海 這裡可能的衝突 各種演習 還有像這一次所謂美國議員 公布的這個最新冰推 真的這麼弱嗎 90%就先被摧毀了 那怎麼玩 對 我們先看南海 南海先冰礁 因為先冰礁剛好在巴拉旺島的 西側200公里 就120海里 就200公里 那先冰礁 中國要填礁 造島 它會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它會蓋一個高架小屋 在那邊做監視 做偵查 因為附近的海上的動態 對它來講有沒有這些 相關的活動或對它的威脅 第二個步驟 它的施工船會慢慢進駐 施工船進駐的時候 它在旁邊可能要有一些 加固的措施 或者是要開始佈正 這些工具都要先進駐 第三個在先冰礁 它才會開始進行抽沙船 要填沙造島 填礁造島 都要抽沙船 所以它有三個步驟 它現在第一個步驟要蓋 我們講高架小屋 它現在可能就要準備蓋高架小屋 因為旁邊有中共的海警船 在那邊做戒備了 你看它中間的小白點 就是鮮鵝礁的 它一個突出來的 因為它是低潮高地 這個區塊 對 因為那個低潮高地 它整個退潮的時候 它露出來了 露出來最多的時候 曾經到達兩公尺到三公尺 你看它遠遠的地方 它一大退潮的時候 它會露出來 鮮鵬礁的 它的地盤又大 地盤又大的話 很適合填礁造島 所以它在旁邊的 這些珊瑚礁 脆化的珊瑚礁 還有這些海砂 抽起來把它往上回填 然後再夯實 然後再開始蓋 我們蓋相關的這些軍事設施 這個樣 所以鮮鵝礁 因為它比仁愛礁還更抵近 巴拉旺島 所以它的具有戰略價值 因為它已經向前 向東推進了 更接近菲律賓 所以中共在地緣戰略上 它有這方面的考量 我們現在看 就是剛才說的那個 美國的它那個一些戰機 美國這些戰機 它現在有大型的 像B-52 幾乎都是露天存放的 很容易受到威脅 因為B-52太大了 如果進駐到關島的 安德森機場 或者是加首納 因為你B-52那麼清楚 那麼大 很容易就看到了 而且現在工具太多 要打這些機場工具太多了 彈道飛彈可以對它做攻擊 然後艦隊地的飛彈 巡运飛彈也可以對它做攻擊 所以太多了 還有空射式的 有些它可以放出這些 我們講自殺的無人機 也對它做攻擊 太多工具對它做攻擊了 如果而且現在的 精準度越來越高 又那麼多的工具 不管彈道飛彈 巡运飛彈 無人機 也包括艦射式的 這個艦隊地的飛彈 通通可以對它做攻擊 那太多了 而且還有一個第三個 精準度越來越高 所以真的是會有90%的戰機 還沒起飛就被導彈給摧毀 然後就戰爭 要摧毀 那杜飛 義大利的空權論 杜飛的 這個你要對這個 它的機場做摧毀 把這個鳥巢給它毀掉 鳥巢就是機場 你在地面上把它毀掉 這是以色列用兵 以色列對埃及整個在機場 在地面上就把它毀掉 你在空中打一下很辛苦 很不放 困難度很高 但是你在地面上 整個轟炸的話 五架 十架就拿掉了 是這個樣 就是杜飛的滯空裡面就有講 現在的話 換句話說在加首納也好 關島也好安德森 或其他的基地 福田基地 都可以在地面上做摧毀 但是看要什麼工具 然後要精準的打擊 然後要實際要能夠掌握 大概這樣 所以他講90% 我認為按照這種 如果實質飽和攻擊的話 要達到90%的困難度 在軍事上的 技術上的困難度 不高 我認為要這樣來看 對 尤其在 在初步幾乎 現在工具 而且因為自殺無人機 自殺無人機也很方便 所以我們來看在這一方面的 威脅是滿大的 連我們看到雷根號 雷根號我看到 那個是 那是無人機 無人機嗎 無人機拍攝 因為他你看他鏡頭 趕快去告訴第七艦隊 對 那是無人機 你看他那個角度 他這個直接對他過去 你注意看他 他那個鏡頭還在調整 因為這個是斜角 我們看他斜角 到底都調整 這個高度大概就100公尺 還不高 就是100公尺 你看他斜角 他鏡頭 你看他才調整鏡頭 如果是人造衛星的話 要量子衛星 才看那麼清楚 量子 因為人造衛星畢竟高了 哪怕是低軌 也有到300公里 但是你看他 他那麼清楚 就是高度在 高度非常的低 大概100公尺到150公尺 我這樣看 你看上面所有的施工的 這些車輛 還包括他的帳篷 你看他的甲板 整個中間甲板 他會轉彎 還會盾 他會盾了一下 對 因為他調整他的鏡頭 無人機還調整他的鏡頭 你看他調整 他稍微盾了一下 磁磚了他的鏡頭 你看 調整他的鏡頭 所以日本軍方沒有吵到他 對 美國這次的方面是很感冒的 因為就在頭上在那邊偵察 但沒面子 所以他說沒有跡象顯示 也無人機 對 就是這個樣子 是 教授 我們來看中非的關係 如果要驅逐外交官 這不是很嚴重的外交事件 下一步是要斷交了嗎 我想還不至於 因為其實雙方都不希望 讓衝突升高 但是也都嘗試要去 伸張自己的一個主張 所以現在看起來 主要的一個爭執 當然就是在於說 新一屆的馬克思政府 小馬克思政府 到底有沒有跟中國大陸 溝通過所謂的 運輔的新模式 我想這個是關鍵 當然因為這涉及到雙方的一個 所謂過去的一個溝通的紀錄 所以也必然會有牽涉到 所謂有沒有泄密的問題 但這非常有趣 因為如果泄密就表示說 它是確有歧視 如果它不是確有歧視 就不會涉及有所謂泄密的問題 不過這個當然 我覺得這個畢竟只是 嘴皮關絲 比較關鍵的核心的問題 還是在於雙方的軍事部署 以及軍事的互動 我認為像柬埔寨的這個訪問 大陸的軍艦訪問 在這個時候就變得特別 引起大家關注 這個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 柬埔寨本來就是東協國家中 最親中國大陸的一個國家 這個雲朗海軍基地 本來是美軍協助建造的 現在他們柬埔寨政府 把美軍的設備給拆除了 那麼就變成一個 就是說可以開放給 中國大陸的這個船艦來 然後現在其實 這一頭電視牆上講到說 有兩艘要訪問 其實是三艘 還有一艘 一艘 對 就講到三艘 就是還有這個麒連山 麒連山是071的A型的 去年他們在這個 左右金融演習的時候 麒連山也來了 可是不只是這三艘 現在此時此刻就已經 就有兩艘中國大陸的軍艦 是056A的護衛艦停在這個雲朗海軍基地 而且他美國這方面的訊息是認為說 這兩艘是訓練 柬埔寨的這個海軍 而且未來 柬埔寨是準備要跟中國大陸購買 同款的這個 它這個是1500噸級的這種 護衛艦了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看到雙方的軍事合作 然後背後還有一個 就是中國大陸正在幫柬埔寨建一條運河 叫做德崇湖南運河 那這個運河是可以讓柬埔寨的這個貨物 不要走越南而直接走到這個泰國灣這邊來 所以這個當然又會使得柬埔寨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更加的緊密而引起越南方面的緊張 但我認為這個訪問另外更重要的是 因為軍艦要訪問東蒂文 解放軍第一次海軍艦隊訪問東蒂文是2016年 那在此之後大概就是陸續都有去 包括去年還有一個和平方舟號的這個 就是救護船訪問這個東蒂文 那因為你像他到東蒂文 他這個路徑就是會經過這個南海 第二個因為東蒂文距離澳洲非常近 所以大家現在都很關注 就是說東蒂文是不是會跟中國大陸有軍事合作 而這個就會對澳洲構成了一個他所謂擔憂 就跟熟門群島的情況是類似的 所以我想這兩個部署 其實我想真正擔心的當然不是菲律賓 真正擔心是美國 更澳洲 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淺秋 首先介紹這一集的科目去討論 國際及國內大白話的來賓 第一位是耶魯政治學博士 郭正亮 亮哥 大家好平安 資深媒體人謝寒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海軍艦長 小艦長呂理石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來看看整個包括南海 東海的最新消息 日本 日本修法通過了一個最新的法案是什麼 參議院通過的防衛省設置法 針對自己國防的因應規格 這個部分一直想要修正 這一次修正之後將會有一個 成立一個統一指揮陸海空自衛隊的 統合作戰司令部 那麼這個統合作戰司令部要幹嘛 2025年3月正式上路 影響的會是更有所謂的軍事主導權 對於日本來說 會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嗎 當然還有520就職之前 解放軍緊盯台海周邊的 美日機 艦洞泰 各種的新聞發現 包括5月11號當天 軍機就行進我們台灣的北部空域之外 還接近了釣魚台附近 結果這個日本的軍機 被陸大陸的空軍廣播驅離了 那有一段對話 先來聽聽這段廣播的內容 虔然在這個海域的部分 現在成為中日之間最重要的一個對抗 或者是緊張的地方 台灣現在已經沒有角色了 但駐日的美軍發生了一件事情 是讓當地的民眾很人心惶惶 甚至感到不滿的是 一位美國大兵居然持槍 在沖繩這裡連搶了兩間超商 美國的軍紀在韓國在日本 都出了一些狀況 而這一位身分是駐守在當地的 美軍上兵 證明美國士兵說是因為缺錢 薪水不夠用 所以就去搶兩間超商被逮捕了 那麼日本沖繩的官員 一直對於美國的駐軍 或者一些軍事設施 在當地設置是不滿意的 所以再一次的提出來 這是日本沖繩縣的知識 玉城丹尼 他跟日本外務副大臣表示 要求停止美軍在沖繩 加首納基地這裡 連續五個月進行的跳傘訓練 否則會影響周邊的各種的 包括經濟或者是海域影響太大 所以對於這些軍事行動都是反對的 而日本 台灣 菲律賓 是美國抗中第一道防線 所以當中美在菲律賓這裡 南海拔河的時候 更是讓人家感覺 隨時都可能有擦槍走火的風險嗎 我們上次看到萬頓的大區編隊 在南海這裡 對於這個肩並肩的演習 加以控管 那這種閒火趴放影片播放 來秀肌肉的行為 都是告訴大家他們準備好了 而軍事專家分析 菲律賓要拉攏美國 這些域外的國家 頻繁在南海舉行聯合演習的目的 解放軍也要用練兵 剛剛我們看到這些畫面的公布 來表示我已經做好了應對準備 美中非三角關係 怎麼看呢 日本這個時報的分析認為 菲律賓對於這個省長曼巴 是中國積極拉攏的對象 可以分化 所以不只是總統而已 他可以用其他的這個省長的規格 來影響內部的變化 他認為這樣的方法 是加劇區域緊張 美中衝突 所以曼巴過去一年兩度仿中 他態度跟總統不一樣 他認為他甚至公開表達 只要美軍基地撤出去 就不會受到中國的霸凌 這是親中派 顯然跟現在抗中的角度很不一樣 那麼另外看看菲律賓的警察高層 還傳出來有個新聞報導說 這個是菲律賓的前參議員公開表達的 有一場警方精心策劃要破壞政治穩定陰謀 高級警官要招募成員推翻小馬克市政府 他趕快說沒有收到任何的情資報告 要趕他下台沒有這種正面的可能性 但是不是內部有不同的意見很難說 南海為集中國大陸的方法 他的做法是要用東協戰略自主 來拉出一條防衛線 所以中國的副外長孫衛東 在印尼雅加達出席的這 第30次的中國東盟高官會議 他批評美方的做法叫做嚴重的開歷史倒車 嚴重破壞地區和平 同時也表示 中國大陸是支持東協加強戰略自主的 這個時候在印尼的看法怎麼樣呢 准印尼總統說 我們邀請美日韓歐 跟你們成為朋友這個事實 並不異味我們不能跟中印二 也可以做朋友 這是多邊主義的概念 我既然可以放不同的籃子 所以印尼的外交不結盟 這是一個歷史傳統 那當然現在在南海跟周邊 都有各式各樣的衝突跟風險發生當中 亮哥又怎麼看 日本最新通過這樣的法案 可能的影響 這個大概就是 他要統合各個軍種 指揮一體 那也許未來也想要跟美國協調 配合 也不是配合 日本是想要有 自主嗎 參與這個作戰的決策權 因為他現在被美國組閣在外 目前美國 比如說讓你參加AUKUS 基本上也是做武器研發 或者是他有一些後勤的決策 會讓你參與 可是作戰的決策 都是美國決定的 甚至情資都不見得分享給你 都不是 所以你如果就這個角度來講 就是日本上基本上 並沒有軍事自主權 因為作戰決策不是他能夠決定的 韓國也是一樣 這個我們廣義叫戰爭權 戰爭權是在美國手裡 因為日本是戰敗國 所以他還有更細的規定 因為美國在日本的基地非常多 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徵收土地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還好 我是覺得比較值得注意的 應該是像菲律賓還有台灣 就是這個大概是現在目前亞洲地區 最一面倒的國家 事實上日本跟韓國 雖然在軍事政治上是非常親美 可是他跟中國大陸 還是想要維持一定的溝通的管道 還是有中日韓高峰會 所以最近在醞釀 因為韓國在拉 韓國外長今天到中國大陸去 對 因為以前那個中日韓 FTA反對方是韓國 因為韓國不想把他的經濟 對日本開放 現在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隱形約跟日本關係比較好 另外就是日本的軍方 也開始跟中國恢復互動 就是基本上他們也知道 不能這樣下去 尤其是韓國 因為韓國反美 親美 大概各一半 隱形約國會大選輸成那樣對不對 至於菲律賓我覺得 沒有人把這個當作重要的事 就是你愛鬧不鬧你就隨便吧 反正你也不會有結果 那只是讓中國大陸感到很煩這樣而已 那你想要碰瓷 人家不碰你 所以我是覺得東南亞 你看東南亞各國 也沒有出來幫菲律賓講話 照理講東南亞的國家應該 會站在菲律賓那邊才對 為什麼人家不講話 那如果人家不講話 你還要繼續玩下去 那就是自討沒趣了 因為你已經玩了一年多了 你不是只玩幾個月 你從去年三月一路玩到現在 然後主題永遠都是那幾個 沒有任何結果 也沒有能力把仁愛礁黃岩島取回 那你到底要幹嘛 坦白講 南海的爭議國家又不是只有你菲律賓 也還有越南 馬來西亞 文萊 還有印尼 人家為什麼不幫你講話 這種東南亞的人我也認識一些 他們有時候也是不想講話 就覺得見面三分情 其實他跟東亞人是很像的 所以你自己要把自己玩死 那我們為什麼要幫你講話 那你自己就去玩死 至於造成菲律賓內部有不同的聲音 早就有不同的聲音 這成長之前就有杜特蒂 還有杜特蒂的女兒 女兒是副總統 還有馬尼拉的桑介 坦白講馬尼拉商界也是很火大 可是也沒有辦法 就是他在玩反中民粹 把自己的民調搞到六成 所以我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 賴清德有樣學樣 就是不是學到日本韓國 而是學到菲律賓 那台灣就走著看了 就整個亞洲就只有你在玩一面倒 比如說我剛剛還看到 一個最新的統計 現在印度的最大貿易夥伴變成中國 又超過美國了 中國又變成最大貿易夥伴 印度耶 1100多億美元 結果就只有你台灣 菲律賓就在那邊 反正我就要對你跟著你對著幹 我覺得就請便 你自己要做這樣選擇 你自己請便 所以我就看到我們 幾乎每天都在討論菲律賓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 國際政治裡面最無聊的一個問題 不會有任何結果 每天都在看他碰瓷就這樣 所以讓各位一直形容這叫假碰瓷 兵哥 在南海 真的我們是討論超久的 但永遠都是 就算對方做了什麼動作 菲律賓也說 我們不會用同樣的做法 但持續做同樣的動作 他這個就是用騷擾性作戰 他明知道在實力上 遠遠不如大陸 但是他就是三步兩時 五時就來給你弄一下 弄一下就在那邊喊冤 就在那邊講你up 問題喊了也沒什麼用 就是第一個周邊國家也沒人支持他 連國際上關注這件事的聲音都很小 因為說真的 大家也知道這個不會有什麼結果 你不覺得吳釗燮也是這樣嗎 是 斷了八個邦交國 有人對你特別好 魔法部長 完全沒有 所以他這樣子 其實他這樣下去 就是不斷的耗損菲律賓自己的資源 對他來講沒有多大意義 對老實說 我覺得他在另外一種程度上 他在逼著解放軍跟中國大陸 在加強他在南海的實力 這樣子 情勢不是對菲律賓越來越不利 所以我不知道這樣對菲律賓到底有什麼好處 日本當然他一定是順著美國這樣走 最近岸田的民調還莫名其妙提升了 七個百分點 對啊 所以他可能覺得出訪好像是有效的 所以就再更積極一點 因為說真的岸田現在除了這一招 也沒有別招 他也大概沒有什麼其他的辦法 所以就繼續往這個方向走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解放軍現在直接就 把這些地方當作他領空了 那個其實本來是我們的空軍 應該要去巡弋的地方 再來講日本的軍機來 應該是我們要過去 結果現在變解放軍直接過去了 然後把他趕走 那以後這樣會變成常態嗎 那以後變成常態 我們的空間又被壓縮了 你不要以後就變成習慣 就是所有經過這附近空域的人 都直覺認定 這就是解放軍的空域 那個對我們來講 我們的生存空間又小了一大部分 這個政府都沒有任何對策 從佩洛西來台灣到現在兩年 一年多的時間 我們就是一路不斷的被壓縮 然後束手無策 請問一下這樣怎麼辦 這個是非常實質要命的東西 然後我們都沒打算 要去處理這件事嗎 你至少緩和一下這種狀況 不能讓人家步步這樣壓迫 可是看起來好像 賴清德也沒有什麼 想要去處理的打算 我真的是覺得滿憂心的 當然菲律賓現在 小馬可市就是借了美國的力量 他大概希望就是 能夠改變菲律賓的憲法 然後把民調衝高之後 就直接修憲 就讓他能夠連任 這個對杜特蒂跟其他的 這些事業來講 當然是不樂見這種狀況 因為這樣的話 當初大家講好了 我們輪流執政那就沒了 所以為什麼從去年到現在 不斷的傳出有這種政變的風聲 我相信他們內部 一定是有一些不滿的聲浪 但是有沒有大到形成政變 目前還要在觀察 那也要看小馬可是有多衝過頭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東西 要謹慎處理 我也是很擔心菲律賓 不要到時候爆發內戰 菲律賓以前就打過內戰 其實他現在內部 還是有一些武裝組織 是不服政府的 那不要到時候真的形成內戰 甚至明達納爾去獨立 你變分裂成兩個地方 這樣子對菲律賓來講 是一件好事嗎 我真的覺得恐怕也不是吧 那我覺得印尼這種態度 其實就很好 他也沒打算跟美國交二 那我也不打算跟中國大陸 俄羅斯交二 大家都是好朋友 對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講 怎麼樣讓自己國家生存 然後獲得最大的利益 這不才是他該努力的方向嗎 那我覺得這個普拉伯沃 不管你對他的看法是如何 我覺得他這種方式 就是正常的國家應該要走個路 應該要左右逢圓 應該要兩邊有資源拿就拿 能夠合作就合作 不是這樣才是比較好嗎 那你選擇單邊的結果 到最後如果單邊這個人 氣你而去的時候 請問你怎麼辦 因為美國又不是沒有這種前科 美國拋棄過多少國家 所以我覺得那一些 只想往一邊倒的人 是不是都要仔細去想清楚 未來你到底要怎麼去處理 其實在這多邊政治的區域裡面 看得到其實日韓 就算跟著美方的步調 還是要想辦法 把風險降低 所以才是繼續有峰會 但菲律賓顯然是 現在一邊壓 我才會說亮哥說 跟我們現在一樣 多次的衝突 你也認為只是碰瓷而已嗎 小舰長 以菲律賓來講 他的確就是碰瓷 但是對於解放軍來講 以及對於中國海警來講 他們的態度可不是如此 我們之前所看到的 也就是055的這個105編隊 那它其實包含了052D 這個7500噸的飛彈驅逐艦 還有054A的飛彈護衛艦 然後再包含了綜合補給艦 其實這一個只差一個主體 主體可以是071的綜合登陸艦 也可以是航空母艦 所以其實現在解放軍 正在做密集的訓練 那這一個編隊是出現在哪裡的 它就出現在我們所講到的 巴拉巴克海峽的 東南的這個西部土水道 所以解放軍其實是不斷的 在演練的 那我們最近又看到的 其實又是另外一支的 一個055的編隊 也就是說我們這邊看到的 尊益艦的107編隊 所以現在如果從仔細的觀察 解放軍它的一個海軍的 那個型態來講的話 它其實已經開始 055下水的夠多了 它就以055為一個編隊的核心 然後當然它原來在航空母艦裡面 它就是所謂的防空指揮艦 也就是它對於空中目標的掌握 以及遠程目標的掌握 那它可以來指揮協調 這一個編隊裡面的各個的船舶 剛剛潛秋講到說 有關於南海的部分 055其實它在美濟礁 它有單獨的靠港的這一艘 它是不是單獨 它不未必是單獨 它可能其他的 有其他的編隊在美濟礁附近 做戰鬥巡逸 那最近所出現的一個訊息 也就是有關於鮮兵礁的部分 這個菲律賓最喜歡在那邊大喊大叫 那之前是搞了仁愛礁 後來又搞了後壇礁 那之後又去黃岩島 現在他說中國大陸在鮮兵礁這邊 準備吹沙填海 那實際上如果從衛星 或者是從其他的資訊看來 並不是如此 我們沒有看到天坤艦 我們也沒有看到天津艦 的這一種吹沙填海的船 其實我們只看到了 中國的測量船在那個 在我們剛剛講的鮮兵礁那個地方 但是如果要吹沙填海 的確要先進行完整的測量 而且如果我們來看 鮮兵礁它的一個地理環境的話 其實很合適 它也可以鋪陳3000公尺的這種跑道 但是如果鮮兵礁也變成 像我們之前講到的 楚壁 永暑 美濟的這三個 具有3000公尺的跑道的話 它在這邊部署的話 仁愛礁就廢了 為什麼 因為仁愛礁就被夾在這中間 那它可能 就是它可以由鮮兵礁先阻隔 然後接下來由美濟礁進去驅離 那這裡面 其實我們談到一個最重要的 也就是剛剛無論是兵戈 或者是正亮老師都有提到 有關於東協國家 他也開始提出戰略自主這個態度 這個是在5月10號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副外長 他在出席東協 以及東協國家以及中國的 一個高層的官員會議的時候 他談到的這一個部分 也就是大家都不理菲律賓 這件事情才值得觀察 那只有我們節目在討論嗎